基督之家第三家网路电台 平安 我是挪牙 欢迎来到基督之家第三家网路电台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经典留声机 我们现在要播出的是2013年的退休会录音 生命的乐章 讲员是冯炳成牧师 这一讲是第四讲 题目是永生的通途 也是一个步道的信息 彭牧师常常在教会里面带领步道会传讲福音信息 不但讲解信息本身有经验 而且更是在常常在步道会之后回答未信者的许多问题 这一讲 彭牧师继续带领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 什么是人 人与动物的分别如何 这些问题人无法回答 因为受造物无法回答自己存在的目的 要问创造主才有答案 圣经告诉我们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 那什么是神的形象样式呢 彭牧师都有详细的解答 这次的时间也过长 分成两次播出 我们下回分解 弟兄姊妹朋友们 晚上平安 时间过得很快 我刚刚把这路认熟 明天也该走了 感谢主啊 今天因为神的爱帮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昨天晚上我给大家分享了 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主以前 没有和我们永生的上帝建立关系以前 我们的人生一直是飘泼不定 人生非常的短苦 一声叹息 我们便如飞而去 昨天我也谈到 为什么我们有一位永恒的上帝 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这样的短苦呢 看到圣经的教导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犯罪背离了上帝 和上帝的关系断了 那为什么在上帝的眼里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呢 罪的意思是什么呢 今天晚上我就要给大家来谈这个问题 要认识到什么是罪 我们为什么会犯罪 我们还是要从根本谈起 要从人自己的受到谈起 昨天我问到大家几个根本的问题 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 人究竟是为什么 人是什么 从哪来的 人活的是为什么 人当初本性如何 人的终极的归属在什么地方 实际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自己是学生物学的 学了半辈子生物学 学了半辈子进化论 可能弟兄姊妹朋友们还有印象 当我们到自然博物馆 无论是中国的是美国的 就会看见一幅大幅的图画 从圆到人 大家还记得这图画吗 为什么圆后会变成人呢 劳动创造了人 本来圆后是四肢爬行的 后来因为要劳动 要使用工具 所以呢 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 前肢用来使用工具 后肢用来行走 所以人就变成 圆就变成半直立半爬行的人 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直立的人 大家有这个印象吗 就跟真的似的 过去我是身心不一啊 就是这样的 后来仔细想才是问题多多呀 大家想想 如果人是从圆后变来的 圆后又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如果一直往前追 最后发现 人的祖宗 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 可是这单细胞的生物 又从哪来的呢 还得往前追 所以有人就说啊 最后追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中国人的祖先 既不是炎黄 也不是老子 孔子 孟子 是什么 电子 胶子 跨客 是大爆炸以后 就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 这基本的碰碰碰 产生原子核 然后原子核再一碰 产生分子 然后产生物质 无机物便有机物 产生第一个细胞 从水深到路深 爬行 飞行 最后就变成了人 所以我们人是进化到最高等的动物 可是 大家知道吗 这种进化到最高级阶段的动物的说法 并不是达尔文的思想 按照达尔文的观点 进化根本没有方向 因为他说生物一直在变 当你变了这个特点 适合这个环境 你就留下了 不适合就淘汰了 对不对 叫自然选择或者物进天球 根本没有方向可谈 是在达尔文的眼里 我们成为人就是偶然碰成了 因为你适应的环境就留下了 所以 在他的眼里 一个人和一只老鼠 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都是一样的 没有方向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来到世界上 完全是偶然的机遇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来到世界上 是偶然的机遇 还谈什么人生的目的呢 还谈什么人生的意义呢 有吃有喝 一辈子就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谈人生的意义 就非常的没有意义 大家知道英国很著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 罗素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他也是第二点观点 认为人只是一个动物而已 所以有一次他去演讲 他很多粉丝都去问他 开始我们还不懂什么叫粉丝 后来他就叫fans 后来知道有粉丝 有钢丝 有铁丝 各种丝 这粉丝就开始问 请问 罗素先生 人生的意义何在啊 他听完以后 怂怂肩膀 他说你问我 人生的意义何在 又有何意义呢 哇 这些粉丝们听起来 真高兴啊 所以你看我们的大师 回答的多么的激紧 多么的幽默呀 实际什么都没回答 因为他回答不了 如果人就是一个 按照实存主义的想法 存在主义的想法 人就是一个动物 还谈什么意义呢 有吃有喝 我们今天就享受 明天我们就将死去 那没有什么意义可待 那当然 如果我们谈不到人生的意义 活着就不知道为什么 人性如何 人之初 信善还是信恶 东西方一直争论不休 包括我们中国在来 孟子说 信之初 人本 信本善 人之初 因为后天有恶 所以就学坏了 所以要折善而居 所以孟母三千 搬了三次家 要找一好邻居 但是荀子说 不 人之初 本的性就是恶的 因为后天有善 所以人开始在学好了 大家谁都说服不了谁 西方人说 人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 各种各样的说法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分歧啊 因为这些问题是人自身回答不了的 我记得很多几十年以前 我刚上大学 就碰见我们系一个夫系主任 他把我叫住了 他说你也是上这儿来念书的 那时候17岁 个子比现在还小 反正不像一个大学生 我说是啊 你念生物系 我说对 他说你能告诉我 人是什么吗 他这句话真没想过 你是学生物的 你首先应该知道人是什么吧 可是他这句话真是从来没想过 我答不出来 他看见我很紧迫 他说我告诉你吧 人 就是两根管子 一口气 我好像也不太懂啊 似懂非懂 他说人就是一根气管 一根石管 再加上一口气 明白了吗 哎 我一想是啊 人就活着要吃饭啊 人活着要呼吸啊 人活着不就一口气吗 这口气打不上来 人就没了 但是我的直觉就告诉我 好像不太对 怎么可以把人简化成 两根管子一口气了 这是不是太唯物主义了 太简单了 仔细再一想 肯定不对 为什么 因为猪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 牛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 马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 对不对 人确实有两根管子一口气 但是这不是人的定义 所谓人的定义是什么 只能适合于人 不适合于人以外的 任何生物 这才叫人的定义 你只是两管子一口气 只谈了 人和别的动物的一个共性 那怎么可能是 人的定义呢 可是当时我自己也想不出来啊 什么是人 谁也不敢和他争论 可是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脑子里 后来就知道 反正是从原后这样变了就完了 但是这些问题是非常要紧 我都在谈了 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得不到解答 我们就很难谈到 我们人生活的一辈子要干什么 但是 人要回答这些基本问题 回答不了 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 人自身的智慧 为什么 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 我们都在搞软件 对不对 编程序 如果我去问一个程序 我问程序 你是从哪来的 你怎么形成的 你要干什么 程序能回答我吗 程序回答不了 我要问这个程序从哪来的 这个程序的目的要干 功能是什么 要干什么 问谁 谁编的这个程序 问这个程序的编写的人 他就会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这个程序怎么编成的 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一清二楚 今天同样的 我们要问人自己这些基本的问题 我们人回答不了 问谁 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上帝 答案都在里边了 所以我们回头只要简单看一下圣经 这些问题就因人而解 我给大家只看两段圣经 第一节圣经是写在创世纪的 第一章二十六节 圣经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第二节经文 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 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大家知道亚当这是西伯来文 这样音译过来的 亚当的意思就是红土 用尘土造的 所以我们按照这两节经文 人的定义就非常的清楚了 那人的定义 人是什么 人是 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 用尘土造的 有耶和华生气的活物 这清楚不清楚 我们如果读长世纪看得见 所有地上的一切活物 都是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 但是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唯有人有耶和华上帝的生气 别的动物都没有 当然大家就要问了 什么叫神的形象和样式 是指外貌吗 绝对不是 因为神是个灵 他是没有不具外貌的 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 我们看到 按照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大概起码有这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方面 在道德的属性上 向上帝和上帝相仿 第二 有尊严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谈到人权 人最基本的权利的时候 乃是说 不分政党 不分阶级 不分贫富 不分种族 不分性别 每一个人 在上帝面前 都是平等的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道的 这就是人权 天赋人权 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 最起码的权利和尊严 这就是第二 第三 在地上有管理的权柄 上帝把整个天空的飞鸟 地上的走树 和海里的鱼 全都交给人类来代行管理的权柄 这都是有上帝的形象 今天我稍微解释一下 在道德的属性上 向上帝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圣经其实说 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 那圆 这圆是那位 谁己意 做万事的 照着他的旨意 所预定的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启示我们 我们的上帝 是谁己意 行万事的 他做任何的事情 都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 因为他无论做的什么 都是真善美 绝对的自由意志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 照着人 上帝就赋云我们人类 相对的 有限的自由意志 人可以思考 可以观察 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所以常常有牧道朋友问 那当初上帝造了亚当夏娃 为什么不造一个亚当夏娃 上帝说什么就做什么 这不就审了他们犯罪了 他们犯罪还能连累我们 那么上帝能不能造一个 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呢 当然可以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这就不是上帝的形象 这就好比说 上帝造了一个机器人 一按电钮 他就说I love you 上帝不要造这种人 要造一种是有思想的 可敢于跟上帝说不的 所以你看 在伊甸园里 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人 伊甸园里面 所有的树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唯独分三个树的果子 你不要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哪一条路是深路 哪一条路是死路 但是上帝不强迫我们 你自个做决定 当然有人问 为什么上帝不让人 吃分三个树的果子 是不要人有智慧吗 是要人很愚昧 好统治他们吗 这问题你就看 第三条书都有了 圣经的难题 跟你们讲了 但是最后人 就是不听上帝的 他利用他的自由意志 来反对上帝的命令 最后就这样堕落下 这就是自由意志 所以人是可以思想的 但是上帝知道 当人经过失败 成功 痛苦 顺利 他才最后真正地认识到 只有跟随耶和华 才能够寻找到真善美 当人开始有自由意志 在决定事情的时候 他才会负责任 如果人完全没有选择 根本就没什么责任可担 当人可以这样做 可以那样做 人有选择的时候 人就要为自己的选择的后果负责任 当人在这些失败 成功 这个整个经历当中 最后他们会从心里认识到 只有耶和华 是唯一的生命的道路 最后他们回转过来 再跟随上帝 那就是上帝所需要的 这种从内心发出的顺负 好 所以这就是自由意志 这一点非常的要紧 明天我还会再讲 第二 有创造性 圣经讲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耶和华是有无限的绝对的创造性 创造宇宙万物 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 所以上帝赋予人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 所以你看我们几千年人类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发明 层出不穷 对不对 一直在创造 一直在发展 我感受很深的是 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网络呀 这个手机 大概十几年以前 美国的手机都很单调的 可是大陆的手机 已经是发展的是 无花八分 所以04年我到上海 我的手机不能用 所以我就到一个手机店里去 想买一个手机 结果那服务员很热情 先生你要什么手机呀 一电的双电的 一卡的两卡的 说了半天 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原来那么手机就会说话就完了吗 还这么复杂 他一看我听不懂 他很奇怪 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我说 我刚从乡下来 哦 好好好 那给你解释一下 解释了半天 我还是没听明白 我就说你就给我来一个最简单的 就能讲话就行了 就这样花了一千多块钱 当然现在我们北美的手机也发展得很快了 这个iPhone啊 G全都出来了 非常的好 你就看见 人一直在创造 一直在进步 但是 大家看见 人以外的哪一个动物 包括猿后在内 有创造性吗 很多生物都有奇特的本能 你看蜜蜂的六角风房 就那么准 怎么造的 怎么去量的 刚好这六角就造的那么好啊 你们吃的三门鱼 它到母鱼要产暖的时候 它一定要游过海洋 要回到淡水河口 它才产暖 而且很奇怪 它在哪一个河口孵化的 最后它一定要回到这个河口来产暖 它这海中是怎么样游回来的 完全不知道 候鸟的迁徙 不仅候鸟啊 连那个蜜 就是那个蝴蝶啊 大家知道 那么弱的都是跨海洋的迁徙 但不知道这件从哪来的 这么小一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上帝赋予这些生活 生物的生活的本能 它的一个生存下记的本能 我们叫做 它的动物性 但是 它非常的奇妙 可是 上帝 它没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上帝没有赋予它创造性 它千年以前是这样 千年以后还是这样 我们看见哪个动物在变呢 蜜蝠的六角蜂 有没有明天就变成七角了 后边变成八边的 没有 六边永远是六边 这就是看见人和别的动物的区别 含金主 创造性 第三 圣洁 圣洁说 你们要圣洁 明天我还会再讲 因为我 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 当神在造人的时候 按照罗马书第二章 把神把他的律法 放在人的心里 所以让人知道 哪些是上帝写的 哪些是上帝不写的 哪些是该做的 哪个是不应该做的 在这一点上 我体会很深 大家知道 我1982年来美国 来美国以前 还有一点担心 不知道自己来了美国以后 和美国人处得好不好 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一个是社会主义 一个是帝国主义啊 而且这两个国家 长期处于战争状况 从四几年就开始打 对不对 虽然没有直接打 实际就在打了 然后又是朝鲜战争 然后又是越南战争 一直在打 文化这么不同 这么样的 处于几十年的敌对状况 我去了以后能够搞得好吗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当时所有的人 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念书 都飞到纽约 最后纽约的总领馆 派大巴来接我们 然后都接到总领馆去 住几天 半几天学习班 然后再帮我们分出来 结果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们到了麦哈顿 往总领馆去的时候 正好有人游行 举了牌子游行 旁边就有警察骑着高速大马 拿着警困 摩天打楼 街道非常的窄 我就坏了 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了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帝国主义 就是这样的 拿着警察骑着大马的镇压群众 就坏了 所以当时就很担心 可是很奇怪 一到了美国以后 这个担心自然就没有了 会发现和美国的老师同学 邻居出的都非常的好 后来我就非常惊异地发现 好像我们和美国人 这个基本的道德观是一样的 一个人勤劳勇敢 朴实 乐意住人 中国人喜欢 美国人也喜欢 一个人好吃懒住 耍天使花 小拖小木 美国人不喜欢 中国人也不喜欢 后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妙 怎么会 隔绝这么两个民族 基本东西是一样的呢 后来我信了主 读圣经才发现 哦 原来有一位造物主 他在造人的时候 就把他的律法 放在每个人的心里了 因为只有一位相帝 所以他放在人心中的道德律 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圣洁 所以我们讲的良心 良知 就是圣经讲的 神的律法 放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圣经 上帝希望我们 能过一个 淘汰喜悦的生活 第四 灵信 圣经说 神的灵造我 全能者的气 使我得胜 所以我们知道 当亚当造好以后 上帝把他的生气 吹到人的鼻孔里去 使人成为有灵的活物 所以 人是有耶和华上帝的生气 或者有耶和华的灵气的活物 这一点就注定了 人绝对不可能 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 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 一定要追求灵界的满足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的社会学的研究 一再地证明 凡是有人的地方 无论是先进的 是落后的 是富裕的 是贫穷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人对上帝的敬拜 这跟我们过去原来想的不一样了 过去想有宗教 有对上帝的 都是因为很原始 很愚昧 很落后的时候 对不对 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 然后就产生恐惧感 就把这些自然现象 登到神秘来崇拜 所以这就是宗教的开始 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 我们对外界的认识 自然界认识越来越多 发现这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都是自然现象 所以人慢慢就从 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 我们一直是这样教导的 对不对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今天大家来美国 美国当然是有它自己的问题 但是它毕竟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这点不可否认 前几年 大概三年以前 盖洛普又有一次民意调查 调查美国人的信仰 最后的结论是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 相信有神的人占92% 也就是说所谓的无神论者 连10%都不到 就是前两三年的冬季 大家就看到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一个先进的国家 有90%以上都相信有神 所以像这样一个现实 就逼得我们必须要去重新的反思 我们过去所建立的世界观 过去对宗教的理解 是不是真的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 所以有灵性 人就注定 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 他一定要寻求上帝 否则他内心永远干渴 永远得不到满足 最后 永恒 圣经说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所以这是上帝赋予人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希望永远活着 寻求永生 这个是无论是谁 内心最根本 最重要一个可求 就是需要进入永恒 有一次我也讲完到 结果三会以后 一个在国内来探亲的母亲 找到我 他说冯先生 你讲到人心里都希望能够永远活着 要有永恒的这样一个思想 他说我就没有啊 我说请问在国内做什么 大学教授 在一个大学教授呢 我说 我是相信你说的话 你没有想到你要永远活着 没有永生的观念 但是我就问他 我说 你是不是希望在你百年以后 别人老能想得起你 老得纪念你了 那当然 我说这就是永恒 在无神论 唯有主义条件下的折射 因为你认为 相信人的肉体复活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许想 我将来要复活 要永远活着 但是你总希望永远活在 别人的心里 这就是一个永恒的观念 结果那天晚上听了以后 他非常的认同 当天晚上他悔改信主 我带他做军事祷告 所以这就是永恒的观念 上帝赋予我们的 每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 最深切的渴求 也许你平常没这么想 十几年会想的 我自己体会就很深 我到四十岁都还没有信主 四十岁以前 还挺爱过生日的 一到生日就请亲密 大家来过一个庆祝一下 就是过一次生日 成熟一岁 长大一岁 一过了四十岁 这感觉就不对了 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了 过一次生日就老一岁了 就觉得来日不多 来日可数了 你还能活多少年吗 活八十岁 再过四十年 活一百岁 不过六十年而已 专演之间就过去了 我常常提到 昨天我提到文化革命 那文化革命 就是从北京大学的 一张大字报开始的 贴大字报那一天 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六五年秋季 我们到河北省去搞一期四新 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二号 回到北京大学 正在写四新总结了 五月二十五号 一张大字报出来了 我们研究生班的党支部书记 来通知我们去看大字报 但是心里都很紧张 因为从五七年返游以后 就没有怎么大字报了 怎么突然又出现大字报 而这是党支部来通知的 所以我们都去了 就一张 就一页纸 松硕 陆平 彭彭云 你们要干什么 就这一张 哇 引起很激烈的争论 尽管就一张大字报 但是如果那个大字报 说的是真的 我们的当委书记 兼校长陆平 就变成阶级敌人了 那怎么可能啊 当时我们可是不了解 学校情况又不敢发言 哇 两拍就很激烈的争斗 我当时一个感觉 就是一场大的 政治风暴要带到 可是在我们心目中 经历的大字报 最多想起是 五七年的反右斗争 可是没想到 一下开始 就是十年的浩竞 今天想起那张大字报 去看大字报 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 可去指已算多少年了 六六年到现在 已经四十七年了 四十七年转眼之间 人有几个四十几年 就两个都不错了 对吧 两个就九十四了 可是连两个都 四十七一下就过去了 就过这么快 所以后来就不想过生日了 所以以后再不过生日了 那我新竹以后 几乎每一个生日 我都在实验室干活 希望多出一点科研成果 当时在我的心目中 多发表一篇科研论文 我的生命价值就中一份 如果当我百年以后 有人读到了 冯炳成写的科研论文 会说 哟 想当初有一个叫 冯炳成的人 曾经活在世上 这不是厌过留身 人过留民吗 人就满足了 后来想起也很荒唐啊 如果没有永生 你还管你死以后 别人怎么说呢呀 还深的想永远活着 那样一个感情 但是问题没答案啊 死 怕不怕 也怕 也可以说不怕 因为你怕也得死 实际上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是当我那天断气了 突然我消失了 整个的宇宙都没我了 我说这不太可能吧 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啊 可是根本问题文物主义就是没了 是今天说我是非常不能接受 但是又没答案 是土葬火葬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我是学生物学的 你土葬被微生物吃掉难成泥 火葬被火烧成花 那都一样的 就是不能接受 我一死就整个都没了 怎么可能呢 就是深深的那种 想永远活着的观念 我想大家仔细去想 你们看你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这个后来信了主 哦才慢慢明白了 原来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永恒的观念 安放在世人的心里 世人就愿意永远活着 这些这几点 自由意志 创造性 圣洁 灵性 永恒 都是上帝属性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按照神的形象 好像是造了 我们就有点相像和上帝 但是不是和上帝一样 我们还是受到之物 但是有的地方就和上帝的 属性相仿佛 这就是在道德的属性上 和上帝相似的意思 所以 那我们明白了这个 我们就知道 在整个宇宙万物的 受到战里面 只有人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连天使都不是 所以最后天使要 为得到救恩的人 要效劳的 所以可以说 人是建一个独特的地位 可以说是 在上帝之下 在万物之上的 建一个尊贵的地位 那上帝这样造了我们 目的是什么 人生活的世界怎么样 按照圣经的启示 很清楚 第一 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因为我们用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 就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 把神的光辉 神的真善美 把它反映出来 荣耀上帝 第二 享受与上帝的同在 这也就是圣经启示 我们非常清楚的 人活在世界上 在百十年的人生的目标 人的终极归属在哪 并不是人死如灯灭 死后都有居住的 一部分人进入永生 一部分人进入永行 一部分人永远和上帝在一起 一部分人永远和上帝隔绝 没有居间路线可走 这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的 另外人的本性如何 人之初是信本善还是信本恶 那我们就要看哪个之初 如果我们当上帝造人之初 信本善 因为当上帝造了人以后 上帝看见甚好 对不对 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我们说的人之初 是指人从母亲肚子出来之初 信本恶 大卫很清楚的讲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有罪了 所以你看 大家看见我翻的读字是很兴奋 争论几千年的问题 一回到圣经 一清二楚 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是从造人的这位上帝来的启示 所以这个时候 从这儿我们就看到了 为什么人会犯罪 人有什么罪 这个课题是大家很不受欢迎的 都不愿意说 有什么罪啊 人有缺点错误是可以的 但是没罪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信主 我的太太带着每个礼拜五带着孩子去教会 他们 那当时我想反正她那时候带两个孩子没上班 你精神空虚 去找一个寄托也很好 反正我事挺多的 我也不空虚 所以基督教也是教人学好 也不反对他去 所以每个礼拜五吃完晚饭 我就开车把他们送到教堂 然后我再开车去实验室干活 十点钟估计他们结束了 我在开车到教堂门口等他们 然后一起出来回家 每个礼拜五包接包送 态度非常好 但是自己不去 你自己有自己的选 可是有时候不巧啊 有时候你在外边等了半天了 都没出来 就得进去看一下 一进去就完了 我们那当时啊 在克里巴尔那个教会啊 接了美国人的一个堂 就Fileship后 大概有这么一半这么大吧 这个教室一半这么大 没有遮担的 都是这边几个桌子就是一组 那边几个桌子又是一组 所以我一进去大伙都看见 都回出来看 为什么 查经都快结束了 才来一个人来干什么 在周末睽睽之下 就非常的尴尬 你说你扭头就出去吧 就显得太不礼貌 对不对 可是你要坐下来 实在不情愿 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 硬着头皮坐下来 不坐下来还好 你坐下来 那个气儿真是不打一出来 你就看见那基督徒 又翻开圣经 哎呀主啊 我又犯罪了 得罪了你了 我说怎么搞的 又回到文化革命了 又回到那文化革命的斗司贫修了 狠斗司心一闪念 好如意从这儿挑持 怎么现在又套上了 啊不是 何罪只有啊 刚在美国自由了几年 开始又套上了 哇 心里非常的反感 这是当事的状况 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罪 我又没有 没有犯罪 没有判刑 我怎么会有罪呢 前几年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 有一个在贪欺的父亲 他说他来 来教会 因为女儿信主 所以女儿把爸爸带他教会 一看弟兄准备都很欢迎他 很热情 再一听牧师讲道也挺好 他还挺愿意来 每个礼拜都跟女儿到教会 可是有一天牧师就讲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他接受不了 下来他找牧师 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 牧师说不知道 他说我是老运动员 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 是田赛啊 近赛啊 五项全能啊等等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他说老运动员的意思是 大陆的政治运动非常多 每一次政治运动来 我都是被斗争的对象 所以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和我有关系 谁又叫老运动 哦 牧师明白了 他说牧师你知道吗 每一次政治运动来 我就被揪出来斗 让我认罪 低头认罪 他说我就报定一个宗旨 死不认罪 坚决定住 当然大家从大陆来 你们都知道 你死不认罪是什么滋味啊 一定要斗倒斗臭 再踏上一只脚 永不得翻身的 那当然这几十年 受很多果 他真就顶下来了 他说你看牧师 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 我都没有认罪 今天这么好到美国来看女儿了 非要还要我认罪 我那么困难就都顶住了 那时他举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他说你看 我当初申请来美国 签证来美国的时候 我们当地是公安机关 给我开了无罪证明 如果我要犯罪钱 我怎么能来美国啊 他说牧师 如果你不让我承认我是这人 我马上就信耶稣 大家想想 如果不是罪的 还信耶稣干什么呀 但是我相信这个老先生很有代表性 最后他明白了 所以当了几百人 在台上做见证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蒙神的恩典赦罪 赦免罪的一个罪人 我今天得救了 我想老先生的这个对罪的看法 可能和我们很多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 是相似的 我们就把罪单单理解为刑事犯罪 触犯了社会的行律 贪污了盗窃了 受贿行贿了 或者等等杀人放火了 被人起诉了 最后判多少年 这就有罪了 或者说 虽然我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的行律 但是没人知道 没人举报我 所以还是没罪 甚至被举报了 因为我的律师辩护的特别好 最后法庭宣判 无罪释放 还是没罪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罪 那我们理解这个罪是不是罪呢 当然是罪 圣经中也是有这个含义 但是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 比这个刑事犯罪还要宽 还要广 圣经中用了好几个字来形容罪 但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射箭不中乎 也就是射箭打靶 打不到最中间的一个红心 偏离了标准 就是偏离了神的标准 在上帝的眼里就是犯罪 那有人就要问了 那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呀 人怎么偏离了上帝的标准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了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 样式照我们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我一道彰显上帝的荣耀 享受上帝的同在 对不对 但是当施主亚当下方犯罪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和上帝隔绝 我们都按照自己的私欲来行事 我们的一举一动 再不能反射出神的荣耀 所以从总的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偏离了 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的目标 达不到标准 不达标 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根本意义上说 都是犯罪的 所以圣经说什么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本来上帝照我们 按照他的形象样式 就是需要我们那个荣耀上帝 但是我们经常做不到 偏离了上帝 这样的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的标准 偏了 在上帝的眼里 每个人都是罪人 其次 我们人也偏离了 上帝为我们制定的道德的标准 这方面很多了 那道德标准 最集中体现 就是十条诫命 耶和华上帝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 进迦南的途中 在西来山颁布的十条诫命 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把这十条诫命 归大为两条 第一条是什么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 爱主 你的神 其次 也相仿 要爱人如己 这就是先知和律法 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全心全心的爱上帝 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就达到了上帝的道德标准的要求 可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今天我们再多的一些牧道朋友 可能你平常你在工作上 你在接人处事当中 你都很负责任心 能够为他人着想 有责任感 愿意帮助人 可能你在你的朋友当中 都有很好的 这个诚信度 大家都很尊重你们 这是很好的 但是 如果你们来照我们的上帝 我们都还不像自己他 还不认他 我们还谈得上爱他吗 在上帝的眼里 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 这就是上帝的标准 爱人如己 谈何容易啊 我们人的爱 都是有限的 你爱我 我就爱你 你不爱我 我也不爱你 也许有时候我们去爱一个人 总希望他就有一点回报 哪怕说一声谢谢 我们还可以继续爱 如果我们全意全意爱他 最后他恩将仇报 以恶来对我们 我们还是爱得下去吗 爱不下去了 所以人的爱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你看是简单 全意全意爱上帝 想爱自己也爱别人 就这两条 但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就是偏利了上帝的标准 感谢观看